歡迎大家收聽《芒向編集報》 有啊,剛才一開始只有我和許劉珊兩個 是呀,現在真面試回來了 我們說說一個特別的現象 民間十手之多樂 劉華 一場為董建華說兩句 就被人千刀萬載 說他應該是坦的 因為他不是弄傷了一隻 我看到有幾個網友說 應該坦了他 就這樣說 沒什麼人這麼毒蝕 很老實說 我看到劉德華抱不平 我看到有些人說支持大嶼山前海之後 有些人說他投共之餘 即是說他以前是唱中國人的 一早就認了他是中國人的 那有什麼不同的 這個不是不同的 最不同的是什麼呢 你叫他民間特首的時候 你都知道他是唱中國人的 那時候你不說 有些什麼呢 叫他民間特首的時候 他做什麼之前做什麼都可以 他一不是民間特首 或者他有些什麼你覺得不太好 那你就馬上把這些都推出來 是不是 是啊 那這群人很無恥 他們不認為自己無恥 他們認為我們的政治立場是道德立場之想 我們的政治立場代表道德 我的利益 用政治立場掩蓋自己的利益 然後我代表道德 只要你不是站在我的政治立場 即使你救過我媽媽一命 你也是一個壞人 譬如說 我媽媽掉下海 哇 劉德華救了我媽媽 救了我媽媽之後 你是劉德華 你是一個壞人 喂 我救了你媽媽 你也是一個壞人 為什麼 因為你不是我心亡的人 應該說 你是一個撐董建華的劉德華 所以你是壞人 那我就覺得這樣 其實劉德華都為香港做了不少好事 有什麼護光大使 有什麼天災人亡 我相信他都會捐錢捐物 或者捐別人捐錢 其實一個政治立場 是否將他幾十年為香港做事 全部都要remove 就是這樣 那你們那些人罵他那時候 那你們又為香港做了什麼呢 我站在街上 那你有沒有 見到一些弱小的人 有沒有真的去扶他 沒有 未必的 不過是湊一下米氣 在網上罵兩句發洩一下 這樣就當做了 是啊 我自己覺得 這樣看 你無謂 就是 他是因為公眾人物 他講了這句話出來 可能你們不滿意 就是覺得 有些人都加多一腳 就像劉小禮那些 然後又說 嘩 簡直是一招清袋 一萬億儲備 這樣 那 那當然 那他是不是用了一萬億呢 或者是否真的 那 現在其實都 未知之數來的 對不對 原來我不是 我不是填那麼多 填少許 沒有想像中那麼大的範圍 就是建議而已 最後來拍板 又不是董建華的 是 也不是劉德華 是嗎 老實說最後來就是阿爺 阿爺肯不肯 其實這些事情 怎麼說呢 如果這麼不理智 一個政治觀點 可以將一個人幾十年 都抹殺了的話 那有這樣的民主 其實都是很危險的事情 其實現在是等於獵巫 你說了一句話 或者認同一句話 所以 還有也是啦 真是糟糕 還有 剛才說起 就是他們那個 道德 可能他們是反共 抗共 或者怎樣頂住共產黨 嘩 他們什麼都可以了 那我剛剛看到 那個 補選 上一節我們一開始說 有些什麼會說 有一件事 就是 健康大使 就去這個 黃埔區 就去 宣傳 因為參選了嘛 宣佈了參選 那就下去展開拉票的工程 那跟街坊聊聊天的時候 那有些人來追擊他 這個救烏團 還有這個 泡沫政黨的 的譚瑟宜 就去圍他 他 還罵些市民 譚瑟宜還說 罵些市民是猛兵 說人家收了錢的 收了錢的 你收錢的 阿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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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 你有什麼證據 如果我接 我接健康大使 把宣傳單 都不行 都要被你罵 是猛兵 是不是 而且你走去圍他 你變了 你那個 是有一幫人 會覺得你做得好 或者怎樣 要追擊他們 追擊這幫建制 但是你變了 你就失去了大部分的選民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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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信心 那個支持 一萬幾千個讚 在網上 Facebook 說真的 是 但是你變了 你的道德 你沒有了 你不可以說 因為我 他是抗共 或是共狗 我們做什麼都可以 你罵他 或圍他 什麼都可以 你不可以這樣 你擺到名居馬 那你跟之前 歐樂軒 補選的時候 愛字頭 圍啊 歐樂軒 黃之鋒 他們 那有什麼分別呢 只不過 你說他們是共狗 你不是 你是民主 你是之前民主的 抗共 所以我可以去圍他 是不是這樣 如果這樣 你這樣 你不可以這樣 其實是 你沒有了你自己的道德底線 所以就說 香港的民主是會衰落 香港說 由中國的第一城市 一直下來 就是這樣 因為你創失了你的道德高地 一直以來 香港能夠凌駕於大陸的 就是大陸是一個暴躍政權 而我不是 我是一群有理性的人 不是一個暴民 但是現在他們說 因為大陸是暴躍政權 我們是要利用 我們是要 用一些激烈的手段 來對抗一個暴躍政權 就是這一套跟二九一樣 你不用激烈的手段 對它是你笨招 而已 他是這樣說 但是他沒有想過 你這樣做 你是會將 民主運動的那種純潔性 抹黑的 是 那即使 自拆光環 叫做自拆大台自拆光環 或者可以這麼說 他們過去有了那個光環之後 他們拿了這個光環來行惡 但是很多人可能會說 你幫他們 幫建制 你是不是收到共產黨的錢 我們絕對不是 只不過是不想那個 就是 你要 為什麼這麼說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那時候 那時候 這個 聶豐和這個 暴經雲 兩兄弟 為什麼會有這個死戰呢 就是因為 聶豐要打低這個 日本天王 因為不夠膽 就要成為 入魔 入魔後 打得到 日本天王 不過可惜 自己已經成為了 一頭魔 唯有他師兄 要救回他 我們成為這個 暴經雲 要救回這個 進入魔道的 蜜蜂一樣 我們就是這樣 你不可以這樣 因為你要對抗這個邪魔 你入了魔 你入了魔 然後 我們來 告訴你 你的問題是怎樣 你就告訴我們 我們是共狗 不可以這樣 那你就跟他們一樣 是不是 是啊 基本上 但是都不會理的了 因為他們 因為他們認為 我們的 我們這話說話 是 目的是 告訴 一些 仍然 認同於 這個 民主運動 就是對民主運動 會有 迷惘的人聽 告訴你們 你們不可以跟隨這一套 這一套是不對的 可能我們會說 哎 香港民主運動 真的很難成功 或者怎樣 其實 我們的角度 都不想看著你們 沉淪下去 其實你看看 馮檢基也是 馮檢基也是 你問我 馮檢基是不是 好人 老實 蜜通匪雷 你跟芒果老 站在同一陣線 我都不太喜歡你 是不是 他絕對是鬼 但是 我的角度 是說 泛民 你不讓他初選 即不讓他參加這個泛民初選 可能你某程度上 你不敢公開 你說他不是自己人 或者怎樣也好 或者他收到共產黨的錢也好 怎樣也好 那麼他都有解釋過 他說什麼 他租的辦公室 是什麼 但是現在何啟明都在用 那何啟明是不是投共呢 就是 他又這樣說出來 好 這是一件事 但是我意思是 如果你是承認他是泛民的 一員 你又要讓他參選 參加這個初選 即是來一個初選 好啦 你暗地裡說他不是泛民的人 好 不讓他初選 好 那他跟著出來 參選 他覺得我自己也有機會 為何不讓我參選 就是 大坂話說 各位你的 我為何不能參加 好 你民主精神 應該要用逢劍基參選 好 你又說他 去介票 那他真的是不是民主派 是啊 他不是民主派 很簡單 很簡單 很簡單的邏輯 你說他不是民主派 那你就當他是建制派 那他是建制派 那他也有權參選 是 沒有說不讓他參選 那他是什麼派 但是我不搞初選 目的就是不告訴你 都說 從頭到尾應該要告訴全世界的人 為何不會被逢劍基搞初選 我們搞初選 是不會被逢劍基進入 意思是這樣 但是他沒有解釋清楚 家產你明白嗎 他們始終都是一種很 網上批鬥 你們應該好好解釋給選民聽 所以我不是說 所以我不是說 你讓他參選 冷處理 現在還炒高起了這件事 即是 不說太公佈 讓方向佈炒高起了這件事 你應該冷處理他 你冷處理他 他也會炒熱 這件事 應該是他炒熱時 你就用蘋果一報炒熱 你就賣頭版 開記者招待會 簡直指明盜勝 列出所有東西 賣三日頭版來罵他 而不是用老土的方法 人家現在是 開記者招待會 等於應付賣頭版的情況來駁斥你 你應該用擺頭版 不是用其他記者挖他 那些方法 而是要光明正大地告訴全世界的人 你是 為何他不用 哪個 就是給了他一個賣小強的機會 就是給市民 是 但是對著要賣小強的人 只有一個辦法 就是當頭棒開 告訴別人他是賣小強 他是投工 我現在是很光明正大 正面告訴全世界的人 我站出來願意承擔這個責任 告訴他 而不是縮骨 找個記者 說 整張圖是這樣 整張圖是這樣 在網絡上 或是揭拒任司 說他的家人 那些東西是沒有用的 真的說真的 這些人已經是很厭權 老實說 我們說這兩節 我相信我們的 就是他學了熱狗的招 你明白嗎 就是全部民主派都學了熱狗的招 就是做些圖 笑咬他 咬化他 但是 真的參選不是這樣 就是 是有光明正大 對 不是很多熱狗 這種潮已經開始退 你又用熱狗的方法 那就糟糕了 真正有實力 真正有實力 就是不出聲 對政治冷感 對民主運動死心 那幫人 用什麼方法燃起他 你就是要展示出來 我是一個光明正大的人 我做事行事是光明正大的 但是我 要有大器 還有那些 借助網台 KOL 那些去講馮檢基 就是 你不可以因為馮檢基 沒有頭髮 是夠電池 或者是怎樣 你就認定他 是一個 壞人 或者不應該出來參選 而不讓他初選 你不可以這樣過 那你就違背了民主的精神 你還不可以這樣過 還有一些 網上 城寨 那些 KOL 徐少華 這些人渣 還要說什麼 現在我們網上這樣過馮檢基 其實沒有問題 我們沒有觸犯法律 你就是要告訴別人 你不可以這麼鬼祟 你就是要告訴別人 我願意承擔法律責任 我要告訴全世界 對 你要找一個人敢死出來這樣說 我是要 因為他對一個賣小強的碰瓷黨 就是只有一個方法 假設你 譬如說你開車 突然遇到碰瓷黨 你有什麼辦法 就是告訴他 我有一個鏡頭照著你 但是你是那個碰瓷黨 而不是 足夠起他 應該是 而不是鬼鬼祟祟 香港的民主運動 其中一樣的失敗 就是 個個都縮骨 個個都是 那時候 誰知道 馮檢基那一早 宣布什麼參選 然後等一等 然後說 還不是證明有人在你後面按鈕 你連自己宣布什麼時候 自己參選 都要等 等別人按鈕你才可以做 蛤 你這樣都可以 就是什麼 城寨啊 這群人渣 喂 你這樣 馮檢基這樣被人 網上批鬥 可以 因為馮檢基說 如果有些 因為我已經 拿了名參選 那些 如果有些 不實聲明 麻煩大家 可能 給我 因為 犯些什麼條例 馮檢基現在做的 他沒有犯條例 是的 但是你們說他 哇 還不是支持網路23條 叫他 爆料 像共產黨那些 手法 哇 你們這樣都可以 雖然 再說一次 我不是支持馮檢基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們這樣做 你就跟共產黨 一樣 這麼髒 是 喂 還有一個 舊電池 李卓人是否舊電池 像花膠台 這個廢棟 說 李卓人是很辛苦 出來頂一板 這個馮檢基 都會說 我都很辛苦 為民主運動頂一板 就是你不可以這麼想 二家一班 現在所有的人 都是把道德 都是把政黨政治的利益 放在原則 道德之上 做事是沒有那種大器 香港 他們是有一個香港人的特色 就是縮掛 就是這樣 大家讀 我們不可以觸犯法律 我們不怕被告 你要告訴別人 我不怕被告 就是這樣 找個人站出來 我是說你的 那就怎樣 等於你們罵六八九一樣 是光環 那你做不到 你做不到 中建馬給六八九告 給老鼠機 來告你 都可以說是光環 因為我揭破了這個人 驅偽的面目 就可以了 現在你是被戰 永遠在網台網絡的小圈圈 十幾二十萬人 都在說 別人的暗毛 管得你死 你要全部 對方的暗毛 對方的意義 告訴他 我是不怕被告 因為他是證據確鑿 投稿 這樣才行 唉 唉 那些 有些 我們網台的其一 有些 以為 你看看 馮檢基放一段片 出來 只有幾千 一千幾百尾 你看看 他目的不是給你 幾萬 他不是給網上的人聽 他是要告訴他們 街坊 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宣傳 是口耳相傳 而不是你用網絡來講 他只需要有一個 兩個世界來的 只需要有一個暗毛 在這裡細細聲說 細細聲說 細細聲說 就整條屋村都知道 那他就養衰了 等一下我去派過一次蛇齋餅種 那就已經可以好 好過你在網台上 不知道放一個節目 你問一下 你去深水埗問一下 你去街上問一下 你知不知道 誰叫喪羅B 沒有人不知道 你誰喪羅B 你這樣喪就行了 是不是 唉 有時候很威風笑 就是 說這件事等他差不多 老實說 我聽到Tony說完 都被人冤枉了 說他投共了 再說 等Tony醉孽 再加多一點 分分鐘我們被人認定 我們是藍絲組織 扮鬼 那投什麼共 那我不覺得 他們認為現在是戰爭狀態 戰爭狀態裡面 所有人都要歸邊 不歸邊的就是敵人 他們是這樣 那怎樣呢 那我覺得 政治靈魂駕馭 要說兩聲 那為了Tony醉那邊 要說兩聲 那你這樣陰謀裡 沒有意思 我覺得是 派飯有什麼問題 好 那台上的Tony 就是叫大家按LIKE 按廣告 好啦 老實說 我有上去星期二得道那裡 做嘉賓 就是聊聊天 那樣 他們不會特地去買些什麼器材 什麼咪 推咪 Mixer 請推咪回來 不會花這些錢的 是不是 那他叫大家按LIKE 按成的 那有賺到那些錢 那他取資於網民 用回到社區 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 我不覺得有什麼問題 但是問題 上一集 Tony講完 好像我們一樣講完 補選的事情 已經有人攻擊他 說他是 這個 頭貢 說是鬼 咬定了 有網民 就是剛才所說的 我帶了一個光環 然後原來是行惡的都可以 那 等於這樣 那些神職人員 都會去非禮小朋友 那些 那兩件事 不可以一起講 不過他們 即是 即是你有神聖的包裝 也會有壞人 你明白嗎 即是 你有神聖 社運光環 你行惡 我們都說你是好人 是不是 我不會說他是完全行惡 不過我會說他們是 著著錯 做事不光明正大 他們慣慾 他們看到熱狗和黃毓民 他們所做的事是成功過 他們想用回一條條 但是香港人是不受 即是等於你扔一次催淚彈 香港人害怕 再扔下去 香港人不害怕 這一套事是受於一時 但是現在這個情況是 不受 因為很煩 好像一隻烏鷹在那裡生氣 這個才是死症 做事不光明正大 都是 我們這節還有少許時間 提起這個不光明正大 我就想起一個網台 下戰頻道 嘩 嘩 嘩 這個第二家園 正式什麼 不過今天馬來勁 在馬來西亞有些親戚到訪 沒空 沒空錄 是不是馬來勁打你 不是 好像是社長 是嗎 是 馬來勁就 沒有空 不講一下這個 第二家園的事情 不過其實我們都很早 很早的時候 在節目裡都講過 這個第二家園 大家小心 政治風險因素 在裡面究竟是怎樣 其實那時候我也有提過 那時候呢 因為有個馬拉那邊的 那些朋友呢 他都講過 他那時候就是 負責這些 第二家園的地產項目 那時候他說 還沒上場之前 還沒選到哈馬那些之前 已經有10個項目 已經剪掉了 他都叫大家先看點 他都影響了他的收入 都馬上就要拿樓出來租 就先把兩層樓放出來 他都笑了 我都吐了 是啊 大家就沒辦法 現在 如果新給了訂的 那真是麻煩 是不是 真是麻煩 爛尾 沒什麼的 如果不是洗鬼 出到阿財子 阿財子收水多用 阿財子用英國包裝 叫人家 嘩 大馬有著英國味 你去到 你等於做一個在英國18世紀的大馬人 這樣 印度也有 印度咖哩 也有英國的圍風 那馬來西亞也要吃椰漿飯為主 那你頂不頂得黃薑那時候 加椰漿飯呢 是不是餐餐都那些什麼椰汁 不知道 咖哩還是什麼 那些呢 頂不住 那總之 等於沈大師 一樣 每個人 叫人跳船 找人接貨 那 都是那句 大家自求多福 不過 財子都出賣 財子都出賣 不過財子呢 就好過下潛頻度少少 那他就不是叫人申請第二家園 是叫人去那邊去買 買這個物業 如果你只是想著舉家去馬來西亞住 然後又要讀書 那些 那些 很老實是麻煩的 那你一丟二丟 那樣多事搞很多 那小孩在那邊的國際學校 是不是真的那麼好呢 那些 受到那個教育 是不是真的可以呢 就算有人帶去參觀了那間學校 還有 好像搞得好像很學店 那些 我也有裝過他們那些 那些是怎樣 還有好笑的 我見到 我們 說明是《網向報》 我們是編輯 我們也是兼職的編輯和記者 我都會去看下潛頻道 他們搞第二家園計劃那些是怎樣 我記得把所有的留言 那麼什麼 那麼狠 不要被人留言 一定要被人留言問他 哇 因為大馬這樣 我還買不買得過 那些他還留下 那些Whatsapp 那些電話 那些大家可以打爆他的電話 133打call 他們究竟發生什麼事 真的 希望沒有人被他害到雞毛鴨血 是 不過 申請了那些 去到住都要小心 始終來說 他們對於那個華人 那些都是 尤其是那些 還很白白正 那些 老實說 大家想清楚 大家說 全世界都杯葛共產黨 共產黨就是倒閉 圍堵中國 如果你是一個華人 去到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明明是一定會親美 的時候 小心被人排王 這是很重要的 馬來西亞不是第一次去排華 政治人物 現在這個 半個國父的馬哈提爾 可能說半句 那些傢伙就來的了 是啊 而且那些巫統那些 如果說要上來 就是會搞排華 一個不幸 所以大家真的要 就是 自求多福 就是再陰謀論 會不會被巫統 弄一幕厲害的東西出來 然後才收回他們 就是獄禽 就先走 是啊 沒有人知道的 這些東西 是啊 就是欺賞你們華人 對不對 你們華人有錢 我們擺明是仇富的 是啊 我給武統那些人砌你們 先 然後我現在就收 殺行 收回武統 對不對 是啊 政治是可以很骯髒的 你看 有些人被人 香港有些人被煽動 香港這麼溫和 都可以被人煽動到 刺激的時候 大家想想 城寨啊 那些人去這個什麼 勸走自由 走去屯門 就是這麼溫和 就是 這麼 以知識分子為這個包裝 他們都會 為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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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會做得出來的 人是 為了權力 所以真的 唉 好 好 好 這一節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一節 還有些話 說 貿易戰 還有 范冰冰 是 我們下一節回來 貿易戰 好